天药到手得这么顺利 让王轩和陈永杰一度怀疑 这当中是否存在问题 这样的西式其真 在神话中都少有记载 描述得很模糊 当年秦皇一统天下 让大方式徐福去寻找的不死药 就是这种东西 但连徐福都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远去当了百都人 事实上 连大幕后的爵士强者 都有人因为勉强进入最高等的较精神世界 因采药而死掉 这一切都在说明 天药的珍贵 很多个时代都难以见到一株 是价值最惊人的西式奇物 我们两个才踏入超凡领域没多久的人 在红尘中采摘到 晋升 两人面色无波 以精神交流 简直犹弱梦幻一场 脑子有些晕乎乎 让陈永杰感觉很不真实 王轩还好一点 因为得过一株 但当时面对的 却是生死节 正午不远亿万里 跨过大幕要以 他的血肉根骨为养料 培养磨胎 结果反倒将自己搭进去了 两人看了又看 附近没有人窥视 准备跑路 现在不走 更待何时 吃干抹镜 试了服衣去 不过 王轩很快就止步了 他精神出窍 扫尸八方时 看到了天际尽头的一片 带着烟霞的红云 急速飘来 有超凡者赶来了 这要是逃走 肯定会被坐视两人得手了 他们将会面对围追堵截 各大阵营 共同追杀的局面 别跑了 可能是你的本家到了 一会认真交流下 王轩低语 陈永杰一看直作呀花子 这缘分也没谁了 那张袈裟很大 并有一道又一道金线交织 蒸腾锐光 宛若宛霞扑面而来 伴着红雾 眨眼就到了 在这个年代 能够驾驭法器飞行 那肯定不简单 不是对方实力足够强 就是那袈裟吸针 嗖嗖嗖 一群身影降落 全是高手 散发的佛光很浓郁 比老陈境界明显要高一大截 这让王轩与陈永杰都警惕 暗自戒备 这群人怎么比曹清宇 孔云等人的实力高这么多 天花板呢 怎么不压落下来 两人面色平静 暗中严阵以待 对面有人送了一声佛号 看向陈永杰时 不禁一正 因为眼前这青年 一身佛力纯净 周身都在流动金光 杖六金身修炼有成 自己人 陈永杰打了个招呼 双手合十 宝香庄严 一位面貌看起来 二十七八岁的苦行僧 也双手合十 他法名修缮 盯着老陈看了又看 道 你练了世家真经 这群人动容 他们当中 只有几人练了世家真经 而且 每次都是境界提升到位后 才能接触下一层经片 我与佛有缘 身在红尘中 心游灵山间 陈永杰严肃地说道 远处乌云盖顶 妖气冲天 一张巨大的兽皮散发煞气 不时从兽毛中飞出黑色的闪电 快速降落 嗖嗖嗖 妖祖奇异这个阵营的人到了 没有妖仙 但是 这次消耗妖尺祖血 送过来的人都有肉身 实力极强 这些妖魔 有的黑雾笼罩 有的血气滚滚 有的露出妖魔的本体 有的化形为人 姿态不同 但都杀气腾腾 是他 杀了我族不少高手 其中一头青狼开口 不屑化形为人 皮毛乍立 一眼认出王轩 他们跨界后 第一时间得到密报 了解详情 他们在战具财阀前家时 就是这个人发现并破坏的 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变故 当然 他们还不知道 王轩暗中主导了一切 让其他阵营一同参与狩猎 并用战舰轰杀妖魔等 即便如此 也有妖魔眼神森冷 十分强势 到 县世的血食 也敢干预妖族的大事 你找死吗 他名为黑猎 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 直接就抓了过来 根本就不在乎人间的一切 以一种俯视的姿态 看红尘中人 那只长着黑毛的大手 刹那就到了王轩的近前 这是想一把 攥住他的脖子给拎过去 不是一般的霸道 无声无息 一柄古朴的短剑 出现在王轩手中 挡在面前 向前切去 扑 短剑看起来很普通 但极其风锐 哪怕是妖魔的大手 也被割开一个斜口子 顿时血流如注 只能说 这个名为黑猎的妖魔 实力强狠 在这种关头下 还能如闪电般倒退 躲过了断手之恶 他的手滴滴答答淌血 血肉间露出白骨 他的双目 顿时射出更为冷酷的光芒 死死地盯着王轩 黑猎不只是大手 满身都是黑毛 像是钢针半根根直立着 他嘴里有两根獠牙突出 长相很凶 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居然没有逃走 还敢出现 让你活着就是犯罪 妖族容部的你 他张嘴尖 口颂真言 一片血光出现 化成莲花 一片又一片地绽放 向着王轩落下 他动用了竖法 这头妖怪虽然凶猛争鸣 但是实力的确过人 这是比孔云 黄大仙等人 更厉害的原生怪物 血色莲花发光 超物质沸腾 一片又一片血色连半 像是大山般 向王轩压来 王轩双手立起 迅速结出一种特殊的手势 配合施展超凡定势 现阶段的他 还真动用不了三级定势 三昧真火 但是 他发动的真火依旧很强 是远超他这个境界的竖法 那本金色竹简 让他悟出了竖法道的真谛 他以精神天眼辅助 调动神秘因子快速排序 构建出一种相对完美超凡火光 一片漆黑的光焰绽放 像是从地狱翻涌出来 呼的一声 黑色的火焰淹没血色莲花 超物质撞击 他们进前的建筑物 瞬间破烂 炸开 焚烧成灰烬 哼 黑猎手持一根狼牙大棒 在竖法碰撞时 他就直接冲了过来 以太山压顶之势 向着王轩砸去 王轩神色凝重 这家伙的肉身太强横了 这该不会是八段以上的怪物吧 在这个境界 现实中确实难有人抵挡 在王轩身边出现一株黄金树 煞石间 四只金色小鸟飞出 拍打着翅膀 攻击像这个满身黑毛的妖魔 揪揪揪 金色小鸟鸣叫时 如凤鸣烈天 周围的虚空都似模糊了 黑猎感觉头疼欲裂 精神被攻击了 脑僵子都要炸出来了 他手中的狼牙棒 顿时攻势放缓 搜 在他的身上 浮现一滴奇异的血液 流动射人的威压 暂时抵住四只金色小鸟的精神侵蚀 这是妖池中的祖血 这些人穿透大幕过来 的确带来一些杀手锏 可以杀敌 更可以保命 轰的一声 王轩轮动 整株黄金树向着 他砸去 黑猎被动用狼牙棒阻挡 在刺目的火星中 超物质沸腾 黑猎眉心滴血 再怎么防范 他的精神领域 还是被侵蚀了 顿时让他凶性大发 以祖血对抗 并向着王轩杀来 王轩觉得手臂巨痛 虽然没有骨折 但是被这头强大的妖魔的距离 冲击地倒退了很多步 这让他意意识到 彼此间差了几个境界 在生死搏杀中 若是没有宝物护体 形式很不乐观 还好 他得到天药了 可以在近期提升道横 在一宝威力每日 都在下降的大趋势下 如果他自身不赶紧提升上来 很可能会沦为妖魔的食物 啾啾啾 又有三只金色小鸟飞了出去 黑猎闷哼 眉心流血 被迫倒退 他近前那滴足血 都暗淡了不少 黑猎 你行不行 一个由银色蝙蝠化成的人类 黑猎开口 满头银发 向前走来 另一边 一头青狼体型庞大 带着沙气 张开血盆大口 也逼近过来 黑猎 你有些废柴啊 连个采药集的可口血石 都拿不下 让给我吧 青狼说道 虽然大辣辣 但其实很谨慎 盯着黄金树 露出际鱼之色 双目胸光碧露 陈永杰念了一声佛号 神色严肃 轰得一声震中 银色连衣席卷前方 让银符与青狼都一惊 快速倒退 动用术法与祖血对抗 他们虽然贪婪 但也无比忌惮 接连看到大杀器 在严加防范时 也想攫取到手中 和尚 你们想干预吗 对面 一个满身都是血色羽毛的妖魔开口 误认为老陈来自灵山 这是一头血棚 拥有棚足的强大血脉 这些妖魔以他为首 实力异常恐怖 苦行僧修缮双手合十 看着老陈 又望向王轩 见他练的也是 世家真经 有佛光护体 这还真是让他无言了 他们这群人中 也只有他和另外三人 练了佛门至高经文 练此经文 不说是正统 也算是有缘人了 不能不管 你们杀心太重 这里不是妖界 这是人间 还需以慈悲为怀 修缮开口劝道 和尚 你说得轻松 他曾坏我族大事 血棚指向王轩 道 他杀了很多妖族英杰 还想活着 这种才他族超凡领域的人类 在古代都算是血食 为了他 你要祖我们 黑猎更是在擦去眉心的血液后 寒声道 当年 我家祖上在某颗生命星球上时 占据偌大的疆土 以数十几座城池养血时 也没见谁敢拦阻 许久未归 这人间变了天吗 和尚你们待在你们的净土 不要多管闲事 他们是原生妖魔 祖上并不是人类走真体路化成的 格外的凶残 从不将人命当作一回事 淫妇也开口 道 另外我怀疑天药可能在他们两人身上 自当要拿下 在血肉中检查的通透 看看是不是藏在心脏等处了 他舔了舔嘴唇 一副要撕开王轩与老臣的架势 我以菩提神墓看过 天药不在他们身上 修善开口 王轩惊异 这和尚还真是不简单 练成了菩提神墓 不过 他将那本石头经书送进命土了 埋在质保养生炉下面 这如果还能被人看透 他也认了 王轩手持黄金树上前 道 大师 不要为难 这人间自当有朗朗乾坤 容不得这种妖魔四面 乌烟瘴气 我们两人自己能解决 会以世家真经扫灭痴魅王两 他是真看不惯这些原生妖魔 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都该杀死 一群妖魔实力都极强 有数人冷笑着向前走去 的确给王轩和老臣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两人的境界真不够看了 此时 来自灵山的佛门高手 有人悄然动用袈裟去卷石山 就要带走 然而 这座奇异的山体很沉重 被激活后 其沉重之势 宛若真实的弘大山岳处理 根本搬不动 瞬间 佛门有数位高手 无声地没入奇异的石山 前去寻找天药 妖魔阵营健壮 立刻跟进 这次的主要目的 就是九节天莲的种子 在他们眼中 这种稀释奇物 远比那两个人类 重要一万倍 刹时间 佛门高手 妖祖阵营的强人 全都冲向奇异的石山 原地没剩下几人了 我们也去 王轩示意老陈 也要跟着硬闯 滚 黑猎阻路 淫符与青郎 也站在他的身后 负责留守外面 不让这两人入山 想要再次动手 王轩和陈永杰 虽然是做事要入山 但是 面对这几头妖魔 确实是心有杀意 这可不是装的 淫符虽然是人形 但背后也有一对 银色肉意 冷笑道 别以为仗着两间 大杀器就无敌了 现在没时间 识夺你们 先寄存在你们的手中 此地试了后 人间将无你们容身之地 回头弄死你们 王轩和老陈向后退去 两人 确实被激起了杀意 想干掉这几头妖魔 可是 这群妖魔墙的离谱 很不好对付 远离凌家后 陈永杰以精神传音 道 趁现在回就土吗 王轩望天 道 郑家真仙 今夜会将五色土 仙姜等送过来 现在天色快擦黑了 放弃的话有些可惜啊 临走前 他想拿到那些 从仙界运输过来的奇物 陈永杰道 我想干掉这些妖魔 太可恨了 留着都是祸害 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呢 比早仙过来的妖仙都张狂 肆无忌惮 开口就是血食 杀戮等 那就想办法灭了他们 最差也要杀一批人 王轩陈声道 他也对那几头妖魔 忍无可忍了 他也对那几头妖魔 他也对那几头妖魔 在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